吃夜宵被隔壁桌男人搭讪 这么晚出来肯定是做夜场的吧 走 带哥几个去你上班的地方玩一玩 他们看人真准 我确实是做夜场的 我在鬼市摆摊 只同鬼做交易 而鬼市洋人进 依人出 你 装什么呢 你穿那么少 不就是给男人看的吗 就是 哥几个看你是给你面子 烧烤摊位前 几个染着黄毛紫毛的男人 正围着一个小姑娘动手动脚 小姑娘年纪不大 二十出头的模样 化着艳丽的烟熏装 一条黑色皮裙穿得极短 露出两条纤细白皙的长腿 其他人健壮 一半假装没看见低头继续吃夜宵 还有一半人被他们吓到 纷纷绕着烧烤摊走 我皱了皱眉 拎着刚买的炒饭走上前 一把推开其中领头的黄毛 让开 别挡着我买烧烤 你他妈 看清我的模样后 黄毛眼睛一亮 非常猥琐地吹了声口哨 哟 小美女 学人建议勇为呢 我确实是建议勇为赖掌 只是建议勇为的对象 是他们 因为他们围着调戏的那女孩 根本就不是人 见我插手 女孩不满地横我一眼 大半夜出来找东西吃不容易 也罢 是我打搅了她的好事 我拿出炒饭装进碗中 把米饭压实 然后倒扣进另一个碗上 这样米饭就形成一个碗状 最后 将两根筷子笔直地插进米饭中 我把炒饭推向女孩 别生气 请你吃夜宵 这叫倒头饭 是专门祭祀死人用的 二 女孩诧异地看我一眼 这才将饭碗端到身前 低下头轻轻嗅着 呼吃 那几个混混 特意选了我们隔壁桌坐下 见女孩不吃饭 只是低头闻 黄毛咧嘴一笑 露出口整齐的白牙 她一屁股坐在女孩边上 把饭碗拉向自己 好心当做驴肝肺 你请人家吃夜宵 人家嫌你的饭馊啊 美女 这饭你不吃给我吃吧 别浪费了 倒头饭 可不是给活人吃的 饭刚入口 黄毛便吐了出来 呸呸呸 这炒饭咋没放言 女孩只是抬头 冷冷地盯着她 你吃了我的饭 黄毛笑嘻嘻地 朝她抛了媚眼 吃你的饭怎么了 又没吃你的人 怎么 就许男人给你买包买花 你不能请男人吃完炒饭 难道你是捞女 我突然很想给自己 两个嘴巴子 一开始光知道她见 没想到她能那么见 这样的人渣 我就他们干嘛 女孩脸色越来越难看 是真的难看 白皙的皮肤逐渐泛青 脸颊上慢慢显露出 一大片暗红色的石斑 三 啊 黄毛惨叫一声 朝后跌去 这女人 这女人脱妆了 这什么化妆品 质量真刺 呸呸呸 我竟然吃了丑八怪的饭 啊 我会不会中毒 女孩情绪起伏太大 鬼气翻涌 已经吻不住人的容貌了 她恨恨地瞪黄毛一眼 声音嘶哑如破罗 我会回来找你的 黄毛赶苍蝇一样 挥手将她赶走 等她走后 才嬉笑着凑近我 我刚刚一眼就看出来了 你是素颜的 只有你这样的素颜美女 才配和我一桌吃饭 有些男人 真的比鬼还要恶心 要不是刚才点烧烤 花了两百块 我很想立即拔腿走人 呀 灵珠 你是陆灵珠吧 烧烤摊又走过来一个 肥头大耳的中年男人 他拿出手机左看右看 十分惊喜地走上前 我是你的粉丝啊 没想到你也住这边附近 我叫陆灵珠 是一个道士 也是一个网红 闲来无事 会在网上直播 给网友算算命 看看风水什么的 年轻人大多相信科学 对这些东西不太感冒 所以看我直播的 多数都是中老年人 四 黄毛听到他的话 十分惊奇 等听明白我是道士以后 笑得合不拢嘴 之前听说过飞盘名媛 佛门名媛 今天看到个道士名媛 有钱人玩的可真够花的 中年人眉头一皱 你什么意思 灵珠大师可是有真本事的 黄毛摸着下巴打量我 什么本事 勾引男人的本事吗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我插着腰站起身 对他一顿疯狂输出 警察叔叔说了 不管什么原因打架 先动手那个人 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今天宋飞飞不在 没人替我赔钱 所以我只能逼着 对方先动手 黄毛被我骂傻了 中年大叔也听得一愣一愣的 道士骂人 都这么脏了吗 卧槽 一个给脸不要脸的贱人 黄毛跳起身 巴掌已经伸在空中 我把脸凑过去 暗自窃喜 好好好 你要是先动手 我可要开始正当防卫了 刀哥 别冲动 那儿有警察 一个染着绿头发的年轻男孩 抓住黄毛的手 拼命朝他使眼色 远处果然有几个 穿着制服的警察 缓步走来 我和黄毛对视一眼 都发出了遗憾的叹息声 呜 就这么让他走了 我实在是不甘心 黄毛也是同样的想法 等我拿好打包的夜宵时 黄毛几人远远地跟了上来 我带着他们 在偏僻的巷子里 七歪八拐 很快就来到了城郊 宋飞飞搬了把路引椅 正坐在马路边烧纸 看到我来 有些不高兴 你咋那么慢 再来晚些 今天的生意都来不及做了 好啊 黄毛带着人从树后跳出 双手插腰 得意洋洋看着我 刚才还在老子面前装 果然是做夜场生意的 怎么 看不上搁几个的钱 没关系 搁完完不给钱就行了 哈哈哈哈 宋飞飞有些茫然 但是这不影响她发飙 我 我一把捂住她的嘴 朝黄毛微笑 行吧 那你等会跟我们走 可千万跟紧了 这帮花花绿绿的小混混 在看到宋飞飞后 纷纷吹起口哨 一个个勾肩搭背 嬉皮笑脸 还是刀割眼光好 这种货色 是不是得好几千一个晚上 我用力握住宋飞飞的手 示意她赶紧烧纸 宋飞飞转了转眼珠 放低声音 你这是 打算带他们进鬼市 六 最近闲来无事 我便带着宋飞飞在鬼市摆摊 鬼市 是给人和鬼座交易之用 通常都设在阴阳交接处 需要打开阴露才能进去 而且 普通人是不能随意进出鬼市的 毕竟是极阴之地 在鬼市待上一晚 阳气全消 阴气缠身 身体差些的 直接能大病一场 倒霉三年 就算是阳气重的年轻人 也免不了虚弱上一段时间 而且 在这段时间里 极容易被孤回野鬼给缠上 这帮小混混一看就是社会败类 待他们逛一圈鬼市 也算是替天醒到了 宋飞飞挑眉 开始加快手中的动作 她摊开一大叠纸前 一落一落朝火盆中丢 黄白色的纸张 在火蛇中化作黑灰 在空中盘旋成 一小股灰色的旋风 我拿出香炉 恭敬地点燃三支引魂香 纸前开路 魂香引路 阴门翻开 黄毛诧异地揉了揉眼睛 奇怪 这不是个三叉路口吗 怎么变成十字路口了 长相清秀的绿毛青年 吞了吞口水 看起来有些害怕 刀哥 这地方有些古怪 这两女人 刚才一个烧纸 一个点香的 太邪门了 咱们还是别去了吧 都来到这了 还能让他们跑了 我朝黄毛脆了一口 你不会是怕了吧 气 我和宋飞飞 转身就朝阴路走去 黄毛几人露着袖子 跟在我们身后 刀哥 这路上怎么那么冷 你看我汉毛都竖起来了 刀哥 我真的感觉不对劲 我们回去吧 一路上 那绿毛都在喋喋不休 试图阻止黄毛继续往前 最后黄毛火了 一巴掌甩在他脸上 你踏麻给老子闭嘴 绿毛没闭嘴 反而扯着嗓子开始尖叫 刀哥 咱们队里怎么少了一个人 我快速扭过头 这才发现 这帮混混的人数确实不对 刚才我还回头看过呢 彩虹小分队们一共有五个人 现在只剩下了四个 那个子毛不见了 我心中一灵 阴路连通阴阳两界 中间免不了有孤魂野鬼出没 活人如果在阴路中走失 大概率是再也混到阳间了 这帮人虽然是小混混 但他们是被我带进阴路的 如果死了 我就要承担一份阴果 想到这 我顿住脚步朝黄毛几人走去 什么时候不见的 最后一个看到他的人 是谁 黄毛原本有些着急 看我走近 呲着牙笑得一脸没锁 哟 这是怕客人跑了 放心 搁几个就足够喂饱你们的 八 阴路上可没有警察 也没有摄像头 我毫不犹豫伸出菩萨般的巴掌 老娘现在就来喂饱你们 宋飞飞见我率先动手 急得撒腿狂奔 放着我来 专家说运动时会分泌多巴胺和内非态 可以减缓压 在家里让人心情愉悦 专家说的对 我蹲下身 开心的拍着黄毛的脸 饱了没有 没饱咱们再来几次 黄毛刚刚被我一拳打中鼻子 此刻正躺在地上 屁肋横流 女侠 女侠饶命啊 几人被很揍一顿后 老实不少 绿毛抬起头 鼻青脸肿缩着肩膀 十分钟前 山姬一直说 觉得这地方很诡异 让他紧张到想尿尿 他应该 应该是害怕 所以尿顿了 黄毛愤愤地瞪着他 那你鬼喊鬼叫 吓老子干嘛 绿毛可怜兮兮地低下头 刀哥 我实在是害怕 就想吓一下你 好让你原路返回 胆子不大 心眼不小 不过现在 谁都回不去了 我和宋飞飞压着几人 快不朝鬼尸入口走去 就 荒凉仓器的路上 突兀的出现一片坟地 最中间的墓穴 是由碎石块堆砌 当中灰色的墓碑上 刻着鬼尸两字 周边散落着 大小不一的黄土坟包 坟包前竖着 各式各样的墓碑 每一个坟土包上 都坐着人 周物专卖 上好石油 鬼眼泪 碑纹上的字 看得人眼花扰乱 我带着黄毛几人 静止穿到鬼尸中心 那石头墓旁边 紧挨着一处小坟包 坟包面前的墓碑 是粉色的 上头用草书 龙飞凤舞刻着四个大字 带鬼长愿 这就是我和宋飞飞 在鬼尸摆的摊位 替鬼魂完成 各种执念和夙愿 黄毛紧的眼睛 都看直了 绿毛躲在他身后 探出半个脑袋 哆哆嗦嗦问道 女侠 你们这是在玩cosplay吗 这场景还怪吓人的 鬼市比鹰鹿安全的多 最起码不存在走丢的风险 我懒得和他们废话 直接白手赶人 行了行了 别耽误我做生意 你们自己去逛吧 两个小时后到这来找我们 我会带你们回城里 黄毛有点害怕 还想再说些什么 被绿毛扯着袖子拉走 这家伙 倒是挺有眼力见 我和宋飞飞 在枝起两把鹿影椅 开始摆摊 十 没多久 墓碑前走过来一个年轻的女鬼 瓜子脸 大眼睛 看得出来 生前是个挺漂亮的小姑娘 她直勾勾盯着墓碑 扮上才哑着嗓子开口 你们 可以帮我杀几个人吗 我有些哑然 小妹妹 杀人是犯法的 女鬼很无语 你们都来鬼市摆摊了 还怕违法呢 我拍拍胸脯 正气凛然 遵纪手法是 每个公民应尽的基本义务 女鬼本名叫张晓晓 死了两年 死的时候 是金融职业学院的一名大学生 她家里条件不太好 爸爸很小就过世了 只有一个老母亲 带大她和哥哥 连上大学的钱 都是问亲戚朋友借的 看着宿舍的同学们都吃香喝辣 打扮洋气 张晓晓十分羡慕 为了不让同学知道自己的贫困 张晓晓开始接触高额借贷 她欠的钱越来越多 放贷的黑社会 逼她出卖自己身体换钱 她实在没法接受 最终在恐惧和绝望之下 选择了自杀 我好想报仇 可是我去不了阳间 黑社会的人都该死 你们帮我报仇 我什么代价都能付得起 这就有些吹牛了 她是自杀的 自杀者不多轮回 不能转世投胎 他们鬼魂禅弱 也没法去阳间复仇 只能日日夜夜 飘荡在幽冥之中 不见天日 十一 不管怎么说 我是道士 不是杀手 张晓晓的故事 虽然让人唏嘘 但我不可能为了她去杀人 见我不肯答应 张晓晓拉着我和宋飞飞撒泼 我不管 我就要复仇 你们一定要帮我 这女鬼死得凄惨 又没什么鬼力 我挤拳下去 怕是要打得她魂飞魄散 最后 张晓晓在我们摊位上 又是哭闹又是打滚 这一晚上不但没做成生意 连衣服都被扯坏了 等黄毛他们几人 按照约定回来时 我黑着脸 带他们快速离开了鬼市 黄毛绿毛几人 还频频转头去看那女鬼 绿毛一脸好奇 女侠 那个小姑娘是你朋友吗 我没好气朝她翻个白眼 是你姑奶奶 绿毛也不说话 只是低着头 怀中似乎踹了什么东西 黄毛几人手上 也都拿着个骨囊囊的口袋 我有些诧异 鬼市交易需要一物一物 如果拿不出贪主满意的物品 也可以用钱交易 而鬼市只认黄金 黄毛几人 看样子在鬼市买了东西 只是不知道 他们是有东西 还是有黄金 十二 时间紧张 我带着黄毛几人匆匆赶路 宋飞飞拉着我的手臂 眉毛紧紧皱在一起 我总觉得 那个女鬼有点反常 我点点头 心中生起一丝怪异的感觉 那女鬼有几分面熟 只是我死活想不起来 在哪里见过她 今天晚上的一切 都带着几分诡异 走出阴路 黄毛几人生怕我问他们什么 一溜烟跑得飞快 我和宋飞飞 扛着大包小包来到车前 宋飞飞将东西甩进后备箱 一脸的不悦 都怪那女鬼 今天又没开张 哎 我们来鬼市摆摊 整整一个月 一单生意都没接到 赚钱可真是难啊 我躺在座椅上 刚想闭上眼睛休息一会 卧槽 嘎吱 我猛然睁开眼 被眼前的一幕吓得魂飞魄散 车前突然出现一个人影 宋飞飞为了不撞到她 朝左侧猛打方向盘 此时车子刚好在一个拐弯处 一辆大汇车没有减速 正朝我们迎面冲来 无奈之下 宋飞飞只能再次换方向 车子朝左侧飞速冲去 而这是一条盘山公路 13 安全气囊弹出 我和宋飞飞两人 被挤压在位置上动弹不得 汽车在山上不停翻滚 一片天旋地转中 我不得不感慨 宋飞飞汽车的牛逼 不愧是大几百万的豪车 从山崖上滚落 玻璃窗竟然一面都没碎 砰 汽车落地 没有我想象中巨大冲击力 反而溅起一片水花 我心中一惊 这盘山公路有一半是处在湖边 可是按照行驶路程 我们应该早就开过那片湖了 哗啦啦 汽车正以一种惊人的速度 朝湖底沉去 啪 宋飞飞掏出随身携带的匕首 划破安全气囊 我们两人顶着头晕 在车里四处摸索 哦 我好像有点脑震荡 哦 别踢了 笨蛋 那是防弹玻璃 宋飞飞白着脸干呕 还不忘朝我翻白眼 在水压的作用下 门根本打不开 破开车窗 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车里没有放破窗锤 也没有其他工具 我咬咬牙 气沉丹田 瓢整内息往双腿走 今天就让你看看 什么叫真正的中华武术 我的腿还没踢出去 就被浇了透心凉 头顶有水疯狂灌下 车子下沉的速度愈发快了 宋飞飞半个身子泡在水中 得意的潮挑眉 你是不是傻 我这车可以变成敞篷车 十四 车顶打开 我们憋着气努力朝上游去 车子前灯非常亮 将眼前水浴照得十分清晰 所以我远远的就看到 我们俩一夜没睡 从山顶滚落后都受了些伤 我的肩膀在游动时 隐隐作痛 使不上来历 宋飞飞更严重 看样子到现在头还昏着 好消息 来的是一群水蛇 基本上没毒 坏消息 水蛇好像在躲避什么东西 我朝宋飞飞使的眼色 示意她游得再快一点 宋飞飞没有加快动作 反而满脸痛苦地蜷缩起身体 不好 她腿抽筋了 我心中叫苦不跌 只能折返身体去帮她 我正努力按着她小腿肌肉 宋飞飞伸出手拼命 指着我后方满脸惊恐 我迅速扭过头 瞳孔猛然一缩 这鱼 好大 这是一条青灰色的鱼 鱼身狭长 鱼嘴中长着两排如匕首般锋利的牙齿 光看鱼头 还以为是条鳄鱼 这是 扇雀鳄 卧槽 难怪这湖每天都有很多人来钓鱼 却都是空干而返 本地论坛上 还在说这湖里的鱼都成了井 轻易不上钩 有这条巨型扇雀鳄在 湖里的鱼 估计都成了它肚子里的食物 扇雀鳄生性凶猛 以肉为食 不仅仅是鱼 只要水里的活物 它们都吃 15 我一脚踢开宋飞飞 狼狈地朝后退去 还呛了一大口水 扇雀鳄从我们俩中间迅速穿过 近距离看 这鱼更大了 全身约莫有四五米长 鱼头像水缸那么大 让我有种面对鲨鱼的无助感 宋飞飞拼命游到我身边 朝我手里塞进一把匕首 我有些绝望 这鱼的鳞片会随着它的年龄增长 越来越坚硬 看着体型 它也不知道在这片水域活了多少年 区区一把匕首 估计只能在它身上留下一道划痕 算了 死马当活马医吧 根本没时间思考 因为这善缺鳄一击不中 已经调转方向再次朝我们冲来 在水中迎不了咒语 也用不出符指 生死关头 我直接迎这善缺鳄游去 它张着嘴 尖利的牙齿在水中折射出令人胆寒的光芒 我拧腰朝边上一躲 迅速抓住它大张的鱼腮 然后握着匕首狠狠刺向它的眼睛 刺中了 鲜红地写在湖水中蔓延 我死死握着匕首 用力在鱼眼中搅动 善缺鳄吃痛下开始疯狂挣扎 我感觉自己似乎坐在云霄飞车上 天旋地转 头晕眼花 手臂逐渐使不上力 胸腔也憋得似乎要爆炸 我的意识逐渐模糊 似乎能感觉到有点点灰雾 从自己身上流淌出 十六 砰 不知道被善缺鳄带着在水中游了多久 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将我惊醒 灵珠 松手 原来不知不觉中 善缺鳄早已浮出水面 宋飞飞正站在岸边 朝我这方向丢鱼雷 不是 它哪来的鱼雷 我松开手 早已疲惫不堪的善缺鳄顾不得咬我 被鱼雷吓得仓皇逃窜 累死我了 我差点以为自己要交代在这湖里 我毫无形象的仰面躺在岸上 只觉得全身每一根骨头都是酸痛的 宋飞飞抹了一把脸上的水 心有余悸地过来扶我 幸亏保险公司的人来得及时 保险公司 我勉强抬起头 才发现身边宋飞飞身后站满了人 宋飞飞给自己的人身安全买过高额安全线 她的所有汽车上都装了定位和报警按钮 只要触动按钮 保险公司的人就会迅速触动救援 我刚才以为的鱼雷 潮水般席卷来 灵珠别睡了 宋飞飞用力在我大腿上拧了一把 朝我叹气 我们好像遇上鬼打墙了 这个拐弯是车子第四次经过 十七 保险公司的人留在湖边收拾残局 还派了一辆车送我们回家 司机是个退伍军人 身材高大魁梧 让人一看就十分安心 此刻她紧紧抿住唇 眉眼间有些预测 宋小姐 这路我开了许多次了 像今天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碰到 我朝脸上拍了两巴掌 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 看了一眼时间 现在已经快是凌晨四点钟 再有一个多小时 天就亮了 这种时候还能遇上鬼打墙 宋飞飞挠了挠头 我的法器都落在车里 身上的符纸在水中泉都泡湿了 你身上有没有啥家伙 我伸出手胡乱 在身上掏了一回 最后在裤子口袋里 掏出一个巴掌大的雕像 雕像是用一种土黄色的泥巴捏的 这是一个穿着古装老妇人 眉眼刻薄 面容瘦靴 她手中紧紧握着一个扫把 嘴唇微张 似乎在咒骂什么人 宋飞飞好奇的 结果雕像放在手中 这是啥 哈利波特她奶奶 随着她的晃动 一丝丝肉眼可见的灰色雾气 从雕像身上涌出 然后像猪网一样 紧紧缠绕在宋飞飞身上 18 宋飞飞毫无察觉 还拿着雕像凑到眼前细看 她原本是极为大气明艳的长相 天庭饱满 神采飞扬 不管什么时候 永远都是一副朝气蓬勃的模样 可现在 脸上却蒙上一层灰败之气 印堂更是逐渐发黑 乍一看 像是抽大烟败光了家产的倒霉鬼 这雕像 这雕像在吸宋飞飞的气韵 卧槽 快把这脏东西扔掉 我赫然欲绝的模样 吓到了宋飞飞 她想也不想打开车窗 就朝外丢 只是那雕像 仿佛长在她手里一样 不管她如何甩动手臂 雕像纹丝不动 砰 嘎吱 刺耳的刹车声再次响起 司机苦笑着转过头 宋小姐 咱们车子好像爆胎了 宋飞飞都快绝望了 曹 想回家睡个觉就这么难吗 我深吸一口气 从她手中拔出那个雕像 极为恭敬地放在车位上 新君上神 刚才是我胡言乱语 等我们回到家 我一定给您备好三声六畜 赔礼道歉 到时候我会在家中设置共谈 每日上香供奉 宋飞飞有些茫然 灵珠 你在对谁说话呢 不会是这个哈利波特奶奶吧 她 我一巴掌拍在她嘴上 拼命朝她使眼色 住嘴 不得对上神无礼 十九 司机下车修轮胎去了 我和宋飞飞也不想带车里 两人蹲在大马路上聊天 宋飞飞小心翼翼瞥了汽车眼 嗓门压得极低 那东 壳 那位 真的是传说中的扫把星 我目视前方 眼神哀愁 甚至有点想来跟烟 是啊 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请神容易 送神难 江子牙当年封神时 把前妻马士封成了扫把星 寓意 只要遇到扫把星 就会没运不断 诸事不顺 灾会连连 这雕像是用恶土捏造的 何谓恶徒 因恶运而死之人的坟头土 即为恶土 生活中 你一定听过很多倒霉鬼 喝水呛死 走路摔死 钓个鱼都能把自己垫死 这种都是不太好的八字 遇上吉凶吉差 流年太岁犯冲 才会惨死 等他们下葬七日之后 取其坟头土收藏 即为恶土 用恶土捏造的扫把星神像 那威力 诸神都有人供奉 千年来 只有扫把星 几乎吃不到凡间像火 现在好不容易沾上我们 他是轻易不会离开的 有他在一天 我们就要倒霉一天 没猜错的话 这扫把星雕像 是鬼是那叫张小小的女鬼 偷偷塞在我身上的 所以我们后来 才会莫名其妙 遭遇这一系列事情 撞车 坠崖 掉狐狸 遇上善缺恶 好不容易逃出生天 又碰上鬼打墙 幸亏我们俩命硬 八字好 但凡命格普通一点 早死八百回了 不过就我们俩身上 这会七家没气 是破不开这鬼打墙了 没办法 只能在这蹲到天亮 太阳一出 阴邪字会褪散 二时 宋飞飞有些惆怅 打过僵尸 灭过恶鬼 可是这神仙 要咋搞 没错 扫把星是正式受风的神仙 拥有神位 凡人 自然是斗不过神仙的 我长叹一口气 实在是想不明白 张小小到底为什么 要把这东西塞给我们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 扫把星没再出什么幺蛾子 估计是我刚才说的 一番话起了作用 等司机修好轮胎 送我们到家时 我和宋飞飞 累得根本睁不开眼睛 哎呀卧槽 宋飞飞刚进门 腿一软跪倒在地 我则是仰起头 呆呆地看着天上 飞过去的灰色鸽子 刚才 好大一泡鸟屎 就这么精准地落在我头顶 我用手擦了擦头发上的鸟屎 然后面无表情 把他们抹在宋飞飞衣服上 怎么这么不小心 我扶你起来 扫把星这是迫不及待 要享受香火供奉了 三生六畜 代表了祭祀当中的最高礼仪 三生指牛 羊 猪 六畜则是马 牛 羊 猪 狗 鸡 东西都是宋飞飞使唤人买的 但我不敢让他们进家门 那些可都是普通人 离扫把星近了 深弱一点的 怕是当天就要出意外 21 等百好祭坛和神位 已经快临近中午 我和宋飞飞跪坐在蒲团前 看着眉眼愈发清晰的雕像 欲哭无泪 吸了一会香火 雕像周边灰色的雾气更浓了 宋飞飞抽了抽鼻子 朝我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我好像闻到了一股霉味 她没闻错 家中供奉扫把星的 确实会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霉味 走在街上 直觉灵敏一点的人都会觉得 这人浑身不舒服 不愿意靠近 算了 发霉就发霉吧 当务之急 是要好好补个觉 我和宋飞飞是被一股烟味熏醒的 屋内的窗帘被烧掉大半 宋飞飞最喜欢的地毯 也烧出两个大洞 这家伙睡觉时 一直有点香薰蜡烛的习惯 我们睡着后 蜡烛莫名其妙倒翻 就这样引发了火灾 幸亏我们醒得早 才没有烧死在屋里 我和宋飞飞灰头土脸 坐在院子的石凳上 四目相对 愁长百节 不想活了 死了算了 我叹口气 拍了拍鸡肠碌碌的肚子 扫把星难得找到 愿意供奉自己的人 你放心 咱们肯定轻易死不了 只是 也活不好 合一解忧 唯有烧烤 二十二 再次来到熟悉的烧烤摊 我和宋飞飞 又碰上了那帮彩虹小混混 黄毛看到我们 大惊失色 老大 是他们 就是这两个女人 害死了我们兄弟 我握着一把羊肉串 感觉脑子有些不够用 她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 黄毛身后跟着个身材矮小的光头 面容猙獰 凶神恶煞 她朝黄毛摆手 眼神中泄出一丝荧光 带走 我这才发现 彩虹小分队少了好几个人 这光头身边只有黄毛和绿毛 其他的几个毛泥 黄毛脑子有点不太好使 上次被我们打得那么惨 今天竟然还敢来 相比之下 那个绿毛就机灵得多 她转了转眼珠 口号喊得很响 人却朝黄毛身后躲 就是他们俩 山脊几个就是被他们给害死的 我和宋飞飞正憋着一肚子火 见几人主动送上门 自然不会客气 黄毛刚把手伸出来 我上前一步抓住她胳膊 准备拧断她的手 不知道哪个天杀的熊孩子 在地上扔了一辆小汽车玩具 我踩在小汽车上 直接摔了个四脚朝天 头还重重磕在身后的木头凳子上 磕得我好半天没缓过神 23 宋飞飞大吃一惊 扫把星没带身上 也能这么倒霉 我狼狈地从地上爬起身 没带在身上有啥用 我们早就被煤气淹入味了 黄毛阴沉沉地看着我们 手放在衣服口袋里朝我指了指 别动 在乱动 小心老子的枪不长眼 我和宋飞飞猛然仰起头 我说这家伙今天怎么敢来招惹我们 竟然带了枪 今天阴雨绵绵 冒雨来吃夜宵的人很少 所以这烧烤摊上人并不多 除了我们几人外 只在街边做了一对小情侣 黄毛寻着我的眼神 露出一个讥讽的笑 自己死到临头了 还有功夫担心别人呢 形势比人强 绿毛见我们不敢动弹 从包里掏出一条早就准备好的绳子 那绳子是村里常用的麻绳 离得近了 似乎还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只是我现在身上煤气缠绕 邻觉迟钝 连阳眼都是笑了 一时间 也看不出这绳子有什么古怪之处 绿毛用绳子把我和宋飞飞的手绑在一起 朝光头露出一个讨好的笑脸 老大 都解决了 宋飞飞叹了口气 憋半天 终于憋出一句让他十分羞耻的话 你知道我爸是谁不 声音比蚊子哼哼还要小 此时刚好一辆救护车鸣笛经过 那微弱的声音被掩盖得无影无踪 宋飞飞再也鼓不起勇气说第二次 只能兴兴地闭上嘴 不甘不愿被黄毛压着朝一辆面包车走去 24 黄毛有些得意 人一得意就免不住有些飘飘然 他见周边没有人 便大着胆子开始拿枪在我脑门上比划 臭婊子 真以为会两下拳脚 就能和我们龙虎帮做对吧 龙虎帮 这么图的名字 好像在哪里听过 我晃晃脑袋 实在是有些想不起来 这煤气不但让人变得迟钝 还让人脑子变蠢 实在是可怕得很 见我晃头 黄毛有些生气 曹 还敢躲 信不信脑子现在就一枪蹦了你 我当然不信 所以我不但没理会他 还狠狠踩了他一脚 黄毛吃痛 气得脸都歪了 曹 他猛然一甩手 扣动扳机顶在我额头上 胸口传来一阵心计 我用力扯住宋飞飞 带着他迅速弯腰 砰 耳边传来一声巨响 这枪果然走火了 子弹从我们头顶射出 打中一块路牌后 竟然折返 正中黄毛眉心 他此时还保持着举枪的姿势 献血从他额头上鼓鼓流出 黄毛瞪了我一眼 不甘的仰面朝下倒去 光头和绿毛都被这一变故惊呆了 25 你 你杀二刀哥 绿毛跪倒在地 悲愤交加 恨不得用眼神杀死我 老大 我早就说过 这两女的会邪术 光头双眼心红 眼神中闪烁着恨意和恐惧 果然是你们 好好好 我终于能报仇了 我的脑子越来越不好使了 不然为什么根本听不懂 他们在说什么 光头比黄毛警惕很多 他指挥绿毛开车 自己捡起地上的枪对准我们 在车上 他没说话 只是不停地用眼神打量我们 握着枪的手 更是一刻都没松懈 我看着有黑的枪口 怎么看 怎么感觉不对劲 这枪 不会第二次走火吧 这枪 你们从哪里来的 闭嘴 不许说话 绿毛回头看了我们一眼 将油门踩得飞快 老大 你小心点 咱们这么多兄弟死在他们手上 这两个女人十分邪门 我到现在 总算是明白了一点状况 从鬼市出来以后 这帮小混混 一个接一个不明原因的死了 死到现在 只剩下绿毛和他们的光头老大 而他们 把所有原因都归结到我们身上 26 车子在市区横冲直撞 没多久就带我们来到了城东的郊区 这是一片烂尾楼 七八栋高楼 耸立在一片荒原中 隐隐重重 看起来有些凄凉 这个楼盘 我听说过 当初卖的时候 价格特别高 结果开发商老板 卷钱逃出国了 来这买房的工薪阶层 都背负了高额房贷 有人实在支撑不住 冲上顶楼一跃而下 潘多拉的磨合就此打开 一个月之内 接连有九人 惨死在这烂尾楼中 大家都说这楼里闹鬼 这地方也变得越发荒凉 我安静地跟在光头身后 环顾四周时 总感觉有无数道视线 正阴侧侧地盯着我们 黄毛和光头 带着我们来到最北那栋楼的一层 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接的店 屋顶挂着几个发黄的灯泡 投出一片昏暗的光线 水泥墙边放着一排沙发 沙发前还有张木头茶几 屋里有股淡淡的尿骚味 让人忍不住皱眉 不得不说 光头是会选地方的 这鬼地方几乎没人来 大家谈之色变 算是一片禁地 如果我和宋飞飞死在这 估计等尸体烂了都没人发现 哦 不对 宋飞飞这狗大户有保险 可能刚死就被人发现了 光头坐在沙发上松了一口气 张斌 你去把他们俩衣服扒了 省得等会出幺蛾子 27 我和宋飞飞 向来是法器符指不离身的 但是屋里进了扫把星 扫把星的煤气会降低法器的灵力 我们特意把符指 桃木剑等东西都收拾好 放在宋飞飞市中心的别墅里 现在身上除了一把小匕首 啥都没戴 张斌还愣着干嘛 光头拿着枪有些不满 动作快点 实则生变 原来这绿毛叫张斌 他也姓张 有什么东西在脑海中快速闪过 我仔细打亮着他苍白瘦削的脸庞 越看越觉得面熟 你是那个女鬼 张小小哥哥 闭嘴 张斌脸色大变 一双细长眼睛瞪得滚圆 你有什么资格提我妹妹 所以这一切都是这对兄妹设计好的 黄毛那帮人的死 也是你造成的吧 你在鬼市 让他们买了什么东西 我记得绿毛进鬼市前 脖子上戴着一条不算太粗的金项链 从鬼市出来后 那项链就不见了 黄毛那些东西 应该都是用这条项链买的 张斌低声笑了 玩下腰 随手捡起放在一旁的棒球棍 挺不错的 陆灵珠 脑子还不算太笨 28 光头已经听傻了 半天才明白过来 自己是被绿毛耍了 张斌 你他娘的敢骗老子 他愤怒地用枪指着张斌 眼神中似乎要喷出火来 老子对你不薄 你竟然敢背叛我 宋飞飞回过未来 也有些生气 你神经病哪 这个光头的帮派 就是龙虎帮吧 当初放高利贷那个 你妹自杀是他们害的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没说话 只是偷偷打量着那把枪 我知道黄毛几人 是怎么死的了 这枪是怨物 心怀怨念之人 用来自杀的东西 就是怨物 他们死后 亡魂会附着在这东西上 直到找到替死鬼 才能去地府报道 所以 这枪里射出的子弹 只会击中握枪之人 这也是张斌 丝毫不理会光头的原因 他只是死死盯着宋飞飞 眼神阴狠如毒蛇 好 好的很 陆灵珠 你也忘记了 是不是 忘记自己 是怎么害死我妹的 光头见自己拿着枪 都没人把他当回事 勃然大怒 曹 找死 砰 开枪之前 他一脚踩中啤酒瓶 朝前一摔 摔倒时 为了保持身体平衡 守在空中乱舞 子弹就这样 从他太阳穴中横穿而过 鲜血混合着脑液 在我眼前炸开 29 宋飞飞倒抽一口凉气 张斌却连头都没毁 他目不转睛盯着我 似乎要在我脸上寻找什么 陆灵珠 你说话呀 你也不记得我妹吗 我定定地看着她 我记得 到现在 我已经完全想起来了 两年前 我在街上看到一个女孩 面上有黑气缠绕 我便叫住她 说让她千万别问别人借钱 不然恐怕会有性命之忧 当着我的面撕碎符纸丢进垃圾桶 死骗子离我远点 那女孩就是张晓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和因果 见她态度坚决 而我手头刚好有其他事情 也就没有过多纠缠 啊 听我说完 张斌用棒球棍疯狂敲打着水泥墙 就是你 就是你害死了她 你当时明明可以救下她的 见死不救 你就应该陪她一起死 宋飞飞都听傻了 你神经病啊 这都能怪到灵珠头上 网贷是你妹自己要借的 符纸是她亲手撕碎的 和我们有一毛钱关系吗 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你 张斌举着棒球棍朝宋飞飞扑去 我吓出一身冷汗 三十 宋飞飞灵活地朝边上一躲 却忘记我们两手是绑在一起的 她这一跑 直接把我送到了张斌棍子前 我一脚踢飞张斌 自己也保持不住平衡 带着宋飞飞朝地上滚去 也不知道谁在地上放了几块碎砖 我和宋飞飞落地时 刚好砸在砖头上 疼得两人半天缓不过来 张斌捂着胸口站起身 突然笑了 陆灵珠 你猜我给你准备了什么 她一边说话 一边从沙发旁拖出一只编织袋 袋子里竟然是一个半人高的铁龙 里头趴着一只体型硕大的黑猫 几乎有狼狗般大小 毛色漆黑发亮 眼珠一灰一黑 看到我和宋飞飞 这猫极为兴奋地站起身 在笼子中摇着尾巴转圈 这是九羊猫 古代邪术师为了杀人 特意培养了一种邪猫 以活人血肉喂养 喂满九人后 九羊猫便算是炼成了 他们性情暴虐 利敌虎豹 最爱食人 只是这九羊猫的眼珠 还没有完全变成黑色 看样子还差了一个人 还好还好 没炼制成功的九羊猫 我和宋飞飞还是有一波之力的 哈哈哈哈哈哈 张斌似乎看透了我的想法 再次仰头大笑起来 看起来更颠了 陆灵珠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不会以为 自己还有机会能跑吧 31 接下来发生了 让我和宋飞飞目瞪口呆的一幕 张斌走到光头尸体前 用匕首挖出了他的心脏 然后 把心脏上流淌出的血 涂抹在自己脖子上 他一步一步走向笼子 宛若地狱中出来的恶鬼 满眼都是疯狂和狠利 小小 别怕 所有害过你的人都得死 哥哥马上就来陪你了 你再也不会孤单 他打开笼子 九羊猫出笼的一瞬间 就扑上去咬碎了他的喉咙 快点快点 抓紧啊 我和宋飞飞正拼命用匕首搁着绳子 急出一脑门子汗 张斌可真是个疯子 竟然用自己来练制九羊猫 等被这猫吃完 没气缠身的我和宋飞飞 根本就不是对手 更别说 我们俩什么法器都没带 这猫似乎是 呃 久了 大口大口吞咽着 速度极快 我好像都能看到张斌白三三的肋骨 这个疯子 宋飞飞的匕首是高价特制的 真正的消铁如泥 可是我们俩搁了半天 却割不断这绳索 我真是被汇气糊住了脑子 这绳索 估计也是怨务 普通的匕首 肯定是割不开这东西的 我用力握住匕首 在手掌心划出一大条血痕 绳子终于 我和宋飞飞揉着手腕站起身 对上一双幽深如墨的眼睛 32 咕咚 宋飞飞扯着我一袖 用力吞得下口水 这九羊猫体型似乎更大了 目光沉沉地站在那 一双眼睛如豹子般 紧紧盯着我们 它是不是在看着我们 九羊猫咪着眼 视线逐渐从我 转到宋飞飞身上 我挡在宋飞飞身前 有些同情它 它评估好了 觉得你比较弱 等一下会先扑杀你 宋飞飞倒出一口冷气 就在这刹那 九羊猫动了 一道极快的黑影 从我身侧掠过 快到我几乎来不及反应 我手中的匕首 从它尾巴处划过 响起一阵金属碰撞声 砰 宋飞飞被它一爪子拍中 在空中飞出数米远 砸在水泥墙上后 闷声摔倒在地 咳 咳 宋飞飞痛苦地捂住胸口 喷出一大口鲜血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 我弯下腰死死盯着九羊猫 大脑疯狂转动 九羊猫虽然阴邪 却属羊物 活人属羊 久为羊 而且古代的邪术师 会定期给它们喂羊 混了猪杀的糯米 养成后的九羊猫不惧鬼祟 不怕扶植和桃木剑 极难对付 事到如今 只能以阴克阳 33 飞飞 你去检查张斌带来的东西 咱们用那些怨物来对付这猫 我捡起地上 刚才被我割成两段的绳索 还好 阴气还在 把绳索缠在手中 我半蹲下身 朝着九羊猫缓慢靠近 它抽动鼻子 似乎发了这条绳子的诡异之处 见宋飞飞 踉呛着朝沙发走去 九羊猫仰头尖笑一声 猛然朝我扑来 我咬了咬牙 直接面对面朝它冲去 砰 身体像撞上一辆小汽车 我这么不怕疼的人 也痛得紧皱起眉 九羊猫想饶过我找宋飞飞 我只能苦着脸 再次迎上去 宋飞飞在屋里找了一圈 看我不停被九羊猫撞飞的身体 都快急哭了 曹 什么都没有啊 张斌这家伙还真是鸡贼 我在地上滚了几圈 感觉全身骨头都快断了 屁股下似乎压到了什么东西 卡得我生疼 我伸出手 摸到一把黑油油的枪 枪 枪 我一手握枪 一手抓绳 脚下用力 率先朝九羊猫扑去 缠斗中 那绳子被我饶在了九羊猫的脖子上 它动作明显一致 速度也慢了几分 就趁现在 我死死抱着它的脑袋 对准自己的头扣动了扳机 灵珠 在宋飞飞的惊呼声中 子弹穿堂而出 不过并没有射中我的脑袋 而是击中了九羊猫 虽然我身上没气缠绕 但是扫把星君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这么豪气的供奉者 今天出门前 我还在香炉里插了一把香 还摆了六盘水果和六盘糕点 一般人过年都没这袋雨 我赌扫把星舍不得让我死 我赌对了 34 我和宋飞飞带着满身伤狼狈回到家时 发现院子外围满了人 一辆垃圾车经过我家时 莫名其妙撞进了院子中 最近市区严格搞垃圾分类 这车装的全都是厨房垃圾 那滋味当真是酸爽 我们俩白着脸对视一眼 有点后悔刚才没有被九羊猫挠死 收拾完残局 我躺在床上怀疑人生 请神容易送神男 到底怎么样 才能尽快送走这扫把星 迷迷糊糊睡了一夜 第二天 天还没亮我们就被吵醒了 有两个大妈在门口吵架 吵到后来开始私打 最后还出动了警察 绝是没法再睡了 我们俩行尸走肉般来到公园 坐在湖边的长椅上发呆 想哭想死 以后的日子都要这么过吗 宋飞飞抬头望天 眼眶有些湿润 我也非常绝望 两个人都没有在说话 相顾无言 唯有泪千行 就在这时 电话响起 是一个陌生号码 声音却很熟悉 蠢货 我怎么有你这么蠢的徒孙 师尊 是师尊 三十五 师尊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累 林珠 你可笨死算了 马氏当初因江子牙碌碌无为 每日痛骂于他 更是不惜逼江子牙休妻 后来江子牙未及人臣 马氏后悔自意而死 江子牙封神斩将后 把马氏封做了扫帚星 马氏因此成为天下人笑柄 他恨极了江子牙 曾经放过狠话 说和江子牙此生不复相见 听明白了吗 我猛然一拍大腿 宋飞飞嗷一声从椅子上窜起来 明白了 谢谢师尊 还没等我说完 师尊已经匆忙挂断电话 好久没看到他了 也不知道师尊在忙些什么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 是请走扫把星 我和宋飞飞头也不疼了 腰也不酸了 一口气跑半个城不费劲 江子牙神像刚搬到家门口 屋里就传来一道愤怒的骂声 小贼干二 哪怕是白日 也能看到一道闪耀的流星 从屋顶一闪而逝 空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清新 美味散了不少 院子里种着的满墙月季 终于散发出了悠悠的花香 我和宋飞飞抱头痛哭 天知道这几天我们是怎么过来的 只是没高兴多久 电话再次响起 乔墨月的声音异常严肃 林珠 我快死了 速来救我